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曾志俊 每天在这个群里面发送每日资讯的人就是我了 非常开心能够以视频的方式来和大家见面 我毕业于匹兹堡大学教育学硕士 来到后人工作之后 我擅长申请的方向是本科的转学和研究生的申请 尤其还有包括UC转学的申请 我之前有帮助我的学生成功地申请到了 约翰霍普钦斯大学 西北大学 UC Berkeley UCLA等众多美国名校的录取 我现在所在的后人教育 在美国也有近十年的转学申请的经验了 在中美两国共开设有13个办公室 所以欢迎当地的同学去到我们办公室参观 或者是进行面对面的咨询 如果您现在所在的城市暂时还没有开设后人办公室的话 也欢迎您添加微信或者是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又或者是登陆我们的这个转学的官方网站 来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或者是答疑解惑 那图片中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中间这个漂亮老师呢 是我的同事Pepper Pepper老师呢 对于这个UC的转学呢 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所以呢 各位同学如果有任何问题 不要矜持 欢迎在群里面向我提问 或者呢 是加Pepper老师进行单独的提问 那接下来呢 我想介绍一下后人教育 今年这个加州转学的一个录取的情况 那我们今年学生的申请呢 是囊括了所有加州分校的这个录取 并且呢 每一个分校录取的人数呢 都非常的可观 所以呢 不管是从宽度 还是深度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都是加州 这个转学申请的佼佼者 那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呢 是这个UC转学申请中的一个注意事项 那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来看一下UC转学申请的特点 以及一个基本的时间规划 UC转学呢 可以说是在这个转学申请中 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啊 它不接受Lover Division 也就是说60个Semester学分 或者是90个Quarter学分以下的申请 其次呢 它在申请的过程中啊 不需要我们寄送官方的成绩单 然后呢 它只要我们的这个同学啊 满足了通时教育课程的要求之后呢 不需要我们寄送托福 或者是雅思的成绩 最后呢 它不接受老师的推荐信 你教了呢 它也不会看 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个性了 那一般来说呢 加州转学的申请的时间规划 如图所示啊 我就不再一一的读出来了 那这里呢 第二条有一个这个 Tag Transfer Admission Guarantee 这个呢 也就是意思是保证录取的意思 很多加州的社区大学 和加州的分校 其实都签有这个转学的协议 这些加州社区大学就读的学生呢 申请到Tag得到批准之后 只要他的GPA和学分 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要求 那么他在这个11月份申请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被这个他所申请的 这个UC大学所录取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所处的阶段呢 是在11月 就是离这个转学申请截止日期啊 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今天呢 就从这个11月开始 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转学申请之前 以及往生提交以后 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呢 是在往生申请之前 我刚才说到哈 就是加州UC申请的 截止日期是11月30号 那距离现在呢 也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那在这个最后的一段 冲刺的这个时间里呢 我们建议呢 大家的重点工作之一 是做好文书的最后的修改和打磨 那之前呢 我的同事Cassie老师呢 也有就这个UC的文书啊 进行过非常 两次非常精彩的这个主题讲座 那这些这个讲座的 这个视频的链接呢 我已经放在这个屏幕上 也发到群里了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登陆YouTube 或者是腾讯视频网站 直接搜索后人教育 玩赚UC文书 就可以看到这两个 讲座的这个录像了 希望呢 也能够给大家的这个文书准备 带来一定的灵感 其次呢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其次呢 我们还需要呢 再这个比对一下 sorry 刚才有一点思维 有点空白 其次我们需要再重新的 这个检查一下 我们的这个成绩单 去看一看我们这个 修课的这个情况 是否已经满足了 这个加州申请的一个最基本的 这个修课的要求 那加州申请的这个修课呢 的要求呢 最最基础的是要满足七门课 是哪七门课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他这个七门课呢 是包括了五个不同的学科领域 第一个呢 是要求学生要满足两门英语作文课 这个比较好理解 其次呢 是要求学生完成一门数学概念 与定量推理的课程 这个呢 说直白一点呢 就是数学课 像Calculus Algebra 这一类的课程 都是满足这个领域的要求的 那接下来的四门课呢 比较复杂 他呢 这个四门课呢 要求我们在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三个学科领域里 选择两个领域 完成总共四门课程的学习 比如说哈 我可以在人文科学领域 选择三门课 那在自然科学领域 选择一门课 来完成这四门 剩下的这四门课的这个要求 也或者呢 我可以选择 一门人文科学课 两门社会科学课 三门自然科 一门 同样也是一门自然科学课 来完成这四门课的要求 那当我刚刚开始接触 这个转学申请的时候哈 我经常会对这两个名词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感到非常的迷茫 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都是属于 文科的课程 那究竟哪一类的课程 是属于人文科学 那哪一类是属于 社会科学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人文科学的课程啊 它是指基于对语言 或者是古典文学艺术作品的 研究和理解 那这一类的课程呢 通常包括语言 历史 是哲学和艺术等等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了 Spanish One and Two World History Philosophy 还有Art Appreciation 都是属于人文科学的这个范畴的 那社会科学呢 是针对了某个特定的个体 或者是团体的研究 那它呢 通常要求我们 要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去分析 我们要这个设计实验 然后接着要验证我们的理论 然后呢 还要得出最后的结论 那这一类的课程呢 通常包括经济 社会学 心理学等课程 那希望呢 这里列出来的 这一个两个领域的 这个课程的区别呢 能够帮助同学们 在之后的这个选课里面啊 能够有一些 能够有 有所帮助吧 能够好好的甄别 这两个课程的 不同的这个特点 那这七门课呢 其实说到底啊 还是针对的这个 通识教育的一个 最基础的要求 那我们每当提到 这个通识教育呢 尤其是在加州转学 这个系统里啊 就不得不提到 两个跟通识教育 有关的概念 一个呢 是I get C 一个呢 是letter of reciprocity 这两个名词呢 听起来呢 很复杂 但是其实呢 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 它就是要求学生 完成通识教育课程的学习 不同的是呢 I get C呢 针对的是 加州社区大学 在读的学生 而letter of reciprocity呢 针对的是 UC学校在读的学生 只要呢 你完成了 这些课程的学习 你就能够拿到 I get C的证明 或者是letter of reciprocity 那如果 加州社区大学的学生 或者是UC在读的学生 想要申请UC转学的话呢 这两类同学就一定要向 你申请的学校 分别提供这一些证明 好 除了对通识教育的 这个课程要求之外呢 UC的部分专业呀 也会强烈的推荐 或者是要求同学们 在申请本专业之前 一定要完成一些 必须的课程 比如说 像Computer Science 还有这个Engineering 相关的专业 就要求我们 要提前完成一些数学 或者物理 还有一些 最基础的 Programming的这个课程 那从哪一些渠道 去了解这些信息呢 最最稳妥的一个方法 是联系到这些 专业的相关院系 直接跟他们核对 一个一个的核对 这样的话呢 是过程是 会得到的结果 会比较精确 但是呢 其实过程呢 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但在这一个之前呢 我们可以提前 自己做一些research 我们经常在这个research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网站呢 叫assist 这里呢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呢 登录到assist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页面非常的简单 比如假如说哈 我是一个社区大学 在读的学生 这个berkeley city college 那在今年的这个转学申请中间呢 我想要申请ucla 我想申请的专业呢 是computer science 那我点了我想要申请的专业之后呢 这个最右边啊 它会弹出来一个这个 社区大学和这个uc分校的一个 这个转学课程的一个协议 那点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选修这个专业的这个同学 必须啊 建议要完成的一些课程 那在这个右边 左边的这一栏呢 是ucla computer science专业的同学 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 要完成了一些专业相关的课程 那屏幕的右边呢 右边的这一栏呢 就是berkeley city college 所开设的对应的一些课程 嗯 好 我刚才看到群里面有同学提问哈 说外州的这个学校有没有信息 那外州的话呢 一般啊 这个assist的这个网站 只是针对的是加州州内 有社区大学和学校的 和其他学校的 那外州的同学虽然没有这个对应的课程 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 查看这个 ucla的这个本科的要求的课程呢 来做一个参考 嗯 来对比一下自己本校的课程 来进行一个选课上的衡量 那这些课程呢 需要提一下 它并不是强制要求完成的 它只是 给大家一个建议 对 如果你能够完成这些课程的学习呢 那毫无疑问 在这个转学申请上呢 你肯定是竞争力更强的 好 那么 嗯 当我们确定了这些基础的通识课程 和专业课程都完成了 或者是都已经安排好以后呢 我们需要再来做一下算术题 算什么呢 算算我们到明年春季 学期结束的时候 总共可以拿到多少学分 那UC转学的申请啊 对 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一定要达到又是个semester 或者是90个counter制的学分 那 这个 一般呢 它对这个学期的计算啊 都是在这个春季学期截止 那春季学期之后 夏季上的课程呢 一般是不会被算在这个60分 60个学分范围以内的 这一点呢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那在这60个学分 或者是这90个counter制的学分 这个理念啊 我们可以 有14个学分 用来选修这个pass or no pass的课程 也就是那种 只会告诉你通过 还是没有通过 但是呢 不会告诉你具体多少分的那种课 虽然 从官网上看 学校允许我们去选修 三到四门pass or no pass的课 但是 从我们以往的申请经验来说 还是强烈建议大家 尽量全部选修 带成绩的课程 越是专业相关的课程 越是如此 因为带成绩 因为这个成绩 能够非常的 直观的反映出 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能力 对我们 以及我们对这个 所申请的专业 是否准备的充分 也能够帮助招生官呢 更快的决定 我们是否能够被录取 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 觉得这一门课太难了的话呢 那也就 就选一门吧 尽量的控制 把这个数量控制到 这个选课的这个 pass or no pass的课程 控制到最低 那 每一个这个学 我们这个转学的申请呢 学分呢 有最低的要求 那每个学校呢 其实 学分呢 也有上限 而且呢 每个学校的最高上限不一样 每年呢 也有可能在变化 所以呢 需要同学们啊 自己去登陆 每一个校区的网站 自己去查 比如说呢 UCB 今年的这个学校 今年申请啊 学分的这个 最高的上限呢 它是要求80个 semester式的学分 或者呢 是120个 quartage的学分 UCLA呢 是90 然后呢 是129个quartage的这个学分 UCSD呢 是70 然后105 嗯 这个呢 所以需要同学们 在计算学分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有一部分同学呢 通过参加 AP或IB的这种 标划成绩的 标划的考试 拿到了 一部分学分 那这一部分学分呢 非常的厉害 因为它能够帮助你 去满足 这个转学的最低要求 就是这个60semester 或者90quartage units 如果呢 你的这个学分的总数呢 超过上限时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 AP考试拿到的学分呢 把它减掉 以确保你的学分呢 重新回到 这个正常的范围以内 嗯 我之前呢 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 他想要申请UCB 但是他 以他当时的 这个学分总数呢 已经 是123个 总学分 123个学分 已经超过了 他们这个要求了 但是当时呢 我们发现呢 他这个总学分里面 有16个学分 都是通过AP考试 拿到的 所以我们当时 就立即联系了 这个UCB的 Admission Office 然后跟他们 说明了情况 然后请他们呢 把这个 AP的学分呢 从他的总学分里面 剔除出去 然后呢 依然按照这个 正常的学分范围 来处理他的申请 这个同学呢 还是申请 最后的申请结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是 的确是如愿 拿到了UCB的申请 然后进入了UCB 来学习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在 往生之前 需要注意的 一些事项 那 同学们 有任何问题吗 如果现在暂时 没有问题 稍后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集中 为大家解答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往生 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的 一些事项 那今年呢 UC的往生 申请系统啊 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呢 整个这个往生 的系统变得 这个页面的设置 非常的fancy 然后可以说 是有一点ins 那它最大的 最主要的变化呢 就集中体现在了 Activities and Awards 这一个section里面 它呢 可以 今年呢 它这一个部分呢 允许同学们 可以自由填写总计 高达20个 活动和奖项 而且呢 不限类别 同时呢 它在这个里面呢 还新增加了 这个活动的组织 或者是机构的介绍 然后呢 给了同学们 500个字符的 这个空间 去发挥 那另外呢 同学们还可以 那个 在这个活动 详细内容描述里呢 来描述自己 为这些组织 或是活动 做出的贡献 然后这里呢 也留出了 足够长的空间 500个字的字符 然后供同学们 来写 来写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帮助招生官 更好地了解 你的这个个人的 这个之前的 课外活动的经历 然后呢 了解 从而了解到 你的个人能力 好 这个呢 是往生 进行时的一个 往生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往生提交之后 又有哪一些 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啊 我们需要及时的开通 每个学校的申请账号 那在往生提交之后呢 一般学校都会 马上发来这些 学生账号开通的 这个邀请邮件 大家呢 只需要 根据这个邮箱里面的 这个收到的邮件 里面的要求呢 一条一条的完成就好了 那 根据我这几年 观察的结果哈 我发现这个UCI 也就是这个屏幕 左侧最前面的 这一个邮件了 他的这个邀请的邮件呢 经常会 被 放在了这个 垃圾邮箱里面 所以同学们呢 在这个 申请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 仔细的查找 那 大家在往 账户开通之后啊 每个学校都会有 不同的这个Net ID 或者是Student ID Number 或者是User Name 所以呢 我建议呢 大家把这个 每个学校的登录信息 和安全提问的 这个答案啊 都保存在同一个 文档里面 比如说Excel啊 或者Evernote啊 方便以后的查找 那么在这个提交网声 大概五个星期之后呢 我们需要重新的 回到这个UC的 这个网声系统 去做一些更新 首先呢 是因为我们提交的 这个申请呢 是在11月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秋季学期的成绩呢 还没有出来 所以到了这个 更新我们这个 转学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 这个秋季学期的成绩呢 补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填写一些 我们在接下来的 这个学期里 安排的一些课程 然后都把它填在 这个地方列出来就好了 这一个呢 要求呢 是一定要在 1月31日之前 就要完成的 这个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 就算你的学习成绩 或者是你的课程 安排没有任何的变化 也一定要进去 点击submit一下 否则的话呢 你所有的这个UC的申请呢 到时候 如果没有按时提交的话 所有的UC申请呢 都会被取消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学校呢 可能还需要我们 额外填写一些表格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UCB 它呢要求我们呢 提供一些additional forms 填写一个这样的表格 其实呢 这个表格呢 就是检查一下 调查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专业先修课 这个专业要求的这个课程 完成了怎么样了 这个一般也是在 1月31日之前 就必须要更新完成的 那 除开这一些事情之外呢 我们在申请的 在等待这个学校录取的过程当中啊 经常会收到 这个学校需要我们提供一些 额外的或者是更加详细的一些申请信息 那这九所UC的这个分校呢 它对外联系的方式呢 都是一样的 一般的都是通过 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邮件 跟同学们联系 那当你的这个申请邮箱中啊 收到了 Your UC Application Inmediate Response Requested 这样类似的这种 邮件的话呢 大家就一定要点开 注意查看 那这个邮件里面呢 它会给我们一个link 点击这个link之后呢 我们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对 这个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一个这样的页面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文本框里面呢 添加上这个 学校要求我们提供的 这个详细的信息 如果呢 有相关的一些文件 或是这个文档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这个下面 这个添加附件的地方 把它添加完整 然后发给学校就好了 一般的这样类 这种类型的这个邮件呢 是要求我们啊 在五天之内就完成 但是有时候呢 学校呢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比如说 我这里截图的这个邮件 它是要求我们 在两天之内就要 必须要回复 这个学校的这种邮件 所以呢 这就要求我们同学们 在递交了申请之后 一定要定期的查看 学校的这个 这个申请邮箱 并且呢 收到这样类似的 这个邮件之后呢 一定要及时的回复 好 那么在 1月31号之后 我们的同学呢 可能课程信息上呢 还会有一些变动 原因呢 也非常简单 可能是有时候因为 仅仅就是因为 我们的选课没有选上 也或者呢 是我们这个 上了一次或两次课之后 觉得这门课非常的难 想换一门其他的课 那这时候我们课程信息 发生变动呢 我们怎么样来修改呢 首先 除了重复 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Transfer Academic Updates 的这个操作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 额外单独的联系 你申请的每一个UC的分校 这个是因为呢 在1月31号之后啊 你在这个UC网声系统上 做的任何的这个 课程信息的改动啊 都不会再 可能都不会再自动的 推送给这个UC的 各个分校了 所以呢 你需要邮件 再跟这些学校 单独说明一下 那在这封邮件里呢 我们必须得要记得 列出自己的全名 然后呢 在这个UC申请系统 里拿到的这个ID number 也要列出来 然后要说清楚 自己课程变动的 一个具体信息 比如说课号 课程的名称 学分信息等等 那如果同学们 有这个选课情况的 这个截图 或者是可以下载文件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 下载下来的这个文件 放在这个附件里 一起呢 发给这个 你申请的这个UC的分校 嗯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 在提交申请前 以及提交申请后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接下来呢 是进入到这个 问答环节 嗯 同学们有任何的 问题吗 嗯 嗯 对 刚才也有同学问哈 说是否有这个 外州的assist 相关的信息 那这个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assist 这个网站呢 是专门针对的 加州 州内的学校 啊 申请 嗯 用来申请转学的 一个一个信息的网站 那州 外州的同学呢 嗯 可能不能在上面 查看到自己学校的 这个修课 对应的这个修课的 这个课程信息哈 但是其实呢 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assist 网站上面 列取的这个 你目标转校的 这些课程信息 来对 根据自己 来比对自己的 这个选课的情况 然后呢 来安排好 自己的这个选课 嗯 还有同学问说 嗯 这个转学的学分 是看 成绩单上的学分 还是 啊 计算有效的学分 那这个的话呢 啊 来评估 这个学分 是否有效 这个是需要 学校的招生办公室 的老师 来进行评估 评估的 所以呢 我们 呃 需要做的呢 就是把我们 已经上过的课 拿到的学分呢 啊 一条一条 逐项的 报给学校 啊 剩下的呢 就是到底哪一些学分 是有效的学分 哪一些学分呢 是无效的 那我们就要交给 这个申请学校的 这个admission office 来评估了 对 所以呢 我们尽量呢 就是在这个 呃 申请的学分呢 要 嗯 除开一些特别明显的啊 比如说这个 呃 一些课程之外呢 我们要尽量的把 这个学分控制在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学分的要求 范围以内 好 还有 其他的问题吗 我看啊 呃 这里有同学 在问 就是UC的哪一些 专业比较好申请 那一般来说呢 根据我们的 这个统计的结果 呃 UC他每年 呃 比较多的这个 这个录取率啊 相对来讲 比较高的专业呢 呃 一般有这个 sociology 社会学 呃 然后还有这个 呃 East Asian Studies 东亚 东亚 呃 东亚文化研究 呃 然后还有 这个 呃 Ecom 录取的专业 相对来讲 也 也比较高 对 但是呢 这个具体的情况呢 还是需要针对同学们的 这个 呃 自己的情况去决定的 因为 呃 你如果是 一个理科专业的学生 那你去申请 Socialology 这个对你来说 可能转学以后 学习的这个 也会比较的痛苦 对吧 所以还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呃 所以呢 也呃 欢迎大家能够 呃 在我们这个群里 呃 继续提问 或者是扫描 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进行单独的 这个 更具体的资讯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嗯 好 呃 如果没有了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啊 再一次感谢同学们的参加 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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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Ок